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類的第一宗核事故是何時發生的 嗯 這樣說 如果你說和核有關的大件事 我就會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 但是呢 那個就是你希望它造成的破壞 它真的能給你一個破壞 那個是一個使用核子的例子 但是你要出到一些核事故呢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可能想控制著一些核能的東西 但是失敗 它不受控 那麼這個就可以數回我們過往發生 2011年的福島311啦 另外再數回1986年的赤爾諾貝爾啦 但是如果你說再數之前再遠一點呢 就應該是1970多啊 我都不記得是70多啊 是不是78啊? 還是79啊? OK? 三里島 美國的三里島核事件 好了 那這個三里島核事件呢 那當時發生什麼事呢? 那麼這裡真的要科學地回憶一下啦 那麼它作為一個人類有核電歷史上面 其中一個都幾早是發現到的一個 有核的輻射洩漏在現場以外的一個核事故呢? 那麼不得不提三里島事件的 那麼三里島事件發生的時候 台長你看到那個日期是什麼時候呢? 1979年3月28日 是的 那這一天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一個叫做半堆森溶解的狀態 那這裡要比較一下 你說如果說三里島、切爾諾貝爾和福島呢 切爾諾貝爾是最嚴重的 嚴重到那個地步是爆開了整個蓋子掀開了 就令到裡面的核原料裸露在空氣之中 那麼裡面的東西也都溶了又成了 然後福島那個事件呢 它就是爆開了外面的 它那個整個載著核原料的那顆東西沒有爆到的 但是外面那些冷卻水產生到一些氫氣的爆炸而已 但是有個問題就是 堆森溶解就溶穿了那個爐底 就掉了去那個地層裡面 就污染了地下水 那麼而這個三里島事件呢 就是一個呢 我會說就叫半堆森溶解的狀態 但是它呢都有一些的輻射場外洩漏 那麼它就有另外一些 譬如是牽涉到呢 另外一些是高壓的那些水呢 是碰到核原料那些這樣的高壓水呢 就擠了出來爆了出來 於是乎就帶來一個的現場核洩漏 所以你說如果說由空氣洩漏出來那裡呢 我會說三里島就嚴重過福島 那當然你說如果周圍環境人受影響 當然你說如果出了空氣那裡的影響大些了 那所以三里島事件呢 是當時來講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件 那這裡又要提回了 三里島這個核電廠呢 它是用一個叫壓水式反應堆的設計 就是說是屬於跟那個切爾諾貝爾比較接近的類型 而又是先進過福島那種叫輕水式的反應堆 那麼它這個設計裡面呢 它是需要把一些熱能由那個核原料棒帶了出來之後呢 那些水呢就是加壓了的水 但是這些水呢因為它觸碰核原料呢 就不會把它直接拿來變蒸氣去推動那個渦輪腺葉的 就把它拿一些加壓的水來去煲其他沒有加壓的水 就是說你拿來推動渦輪腺葉的那些水呢 就不是直接觸碰到那個燃料棒的那些水 它的原理就是用一些高壓水來煲一些正常的水 然後再推渦輪腺葉 多了這個步驟的好處就是 你少了機會會有一些直接帶輻射的東西 是去走進那個渦輪腺葉的那些蒸氣那裡走了 但是福島那種就沒有這種這樣的設計的 輕水式反應都沒有這樣的設計的 所以是一直有一些放射性的東西漏出來的 那麼在這一種裡面 其中為什麼我要特意提這個東西呢 就是因為它需要有一個結構就是一個壓水的結構 是令到那些水呢 是成四百多度都還是維持在液體的狀態 就壓住了在一個密閉的循環裡面 在三里島的事件裡面呢 它這個密閉的壓水循環那裡呢 就洩漏了 因為它其中曾經出現過一個活塞呢 是堵塞了 令到它無法維持那個有效的循環 於是有些地方太高密 有些地方太低壓 有些地方就裂了 就擠了那些水出來 而那些水是會本身有碰到燃料棒的 所以是帶放射性的 所以那裡還要擠了 裂了和那裡是高溫高密的水 就噴了出來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什麼呢 那些水也是一直接觸著那些核燃料棒 是將那些熱帶走的 那些水走了蒸得越來越少 於是原先核燃料棒的地方呢 就不夠水 那些水還浸不過原料棒 就是你想想整支棒是正在發熱的 下面還有一些可以碰著水 就不停地幫你煲水 將那些熱帶走 上面就繼續發熱 熱到的地步就已經是沒有水幫它冷卻 熱到自己溶了 於是那些燃料棒就自己溶了自己 但是燃料棒最後有沒有溶到的地步 將整個堆心溶穿了好像福島一樣 就未至於 所以這次就叫一個叫做半堆心溶解 部分堆心溶解的一個情況 就出現在三里島那裡 那它裡面就成功都叫做冷卻著 就沒有溶穿爐底 但是呢 外面那些拿來加 原本是加壓的水就加不了壓 形成不了一個有效的循環 那這個是屬於那三里島核電廠的2號反應堆 發生這件這樣的事 那所以當時來講呢 就是整個2號反應堆 就是你要關機 還有那裡就有一堆 就是整塊結了成一塊 就融了成一塊的燃料棒那裡要清理 帶放射性 那幸好就是下面它沒有叫做融了下面那個堆心的意思 這個也是設計上那個安全 可能它本身放進去的燃料棒 就不會讓它放很多 哦 或者燃料棒已經去到一個快要換的周期 那樣的樣子 那通常它的設計上就是希望 去減少那個堆心溶解的機率 那但是在這裡就是 你去供應那個冷卻水 供應的不穩定 壞了的時候呢 那還是會出現到這個半堆心溶解的結局 那在這件事之後呢 就要清場了 結果呢 花時間去到1993年才叫完全清場 清了出來的那堆核廢料 就運去哪裡呢 通常運去美國是有一大堆 在一些共和黨州份 在一些很野外的州份 比如埃德河 或者去到那些叫奧卡奧馬這些 都會有一堆的核電廠 和一些核廢料廢自廠 在埃德河其中一個就是 美國以往很多的核廢料都放在那裡了 甚至乎會接收其他國家運過來的那些核廢料 那它就將那些三里島這些廢料 就放在埃德河那裡 然後那一號反應堆 就後來有重啟 繼續用到去這個21世紀 去2010年還在用著 其實到真的去到幾年前 才完全整個三里島的核電廠 正式就叫做退役了 就完全不用了 剩下的那一號反應堆都不去再用了 這件事對於人類來說很大的教訓 就是那個 也都令到美國國內的那個反核情緒很高漲 在那個三里島事件的時候 可能台長以前你看新聞的時候 你一定看到這件事了 這個是美國的反核運動的第一炮來的 因為那時候我記得都做新聞都幾恐慌的那裡 但是當然沒有後來 赤爾諾貝爾或者福島事件那樣的炮詐性 那個就全球性影響到 是的 不止在哈蘭 整個歐洲 最多是不知道的 是的 又是隱瞞 是的 福島不用說了 我們差不多 我們直接看著它直播這樣 是的 那現在這個三里島它已經報廢了 那有沒有可以重用呢 再玩回它呢 其實一般照計來說 你很少想重用的 其實就是因為當時起這個結構 其中一個害怕的就是什麼呢 尤其是那些鋼筋水泥結構 尤其是那些鋼筋 你是長期接觸到高輻射的環境 它是會變質的 那它可能硬度會變了 令到結構不再穩定 於是整個建築物結構 就會有一個設定的壽命在那裡 那當然你可以隨時監測著 去拿樣本去看看 究竟那裡的情況是否真的這麼嚴重 那其實就算那個2號反應堆 原本那塊地是叫做清了牆 它那裡的輻射都是比原本周圍的環境是高的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它有一些輻射都是被那個 加壓的水那裡帶了出來 而那些水是滲了去那些鋼筋水泥結構那裡 令到整個鋼筋水泥結構就帶了輻射 而那些的鋼筋水泥結構 你是沒有拆走 你是本身堆森的那些核燃料那些 就拿去進了罐 就運了去埃達河那裡去埋葬 但是那裡原先 尤其是2號反應堆那裡的鋼筋水泥結構 都還是帶了輻射 其實這裡又要說回後續結果 整個事件 我可以說 就是美國和蘇聯 當時兩大勢力去互相競逐 大家都出過核事故 你會看到蘇聯這樣的制度 出來就是它政治的制度爆起來一發不可收拾 它搞的核電廠也是一發不可收拾 最後的影響就是傷亡是多很多 反觀三里島事件 其實就是 最後你追蹤了 應該是沒有一個可靠的 至少在統計學上沒有看到有意的結果 就是因為三里島核泄漏 而導致有人生癌症 反而福島還會有可能有 因為試過需要有一幫人員 去暴露在高輻射的環境那裡工作 這件事還拍成了電影 而那些人最後現在又沒有癌症 現在暫時還不知道 但是它的機率就會是高了 但是三里島那裡 就是受得比較多輻射的人 就等於無端端就是受多了 在一年裡面受多了幾個額外幾個月的輻射 那個影響周圍的民居 就算是小一點 但是呢 它造成的影響就是 由1979年出事 最後花了15年時間 才是清了牆 所以那個成本都挺高的 都是一個警醒 但是這裡又要提另一個新聞 有人是想著重用的 就現在台長你那裡展示出來的新聞 那個新聞是說什麼的? 很簡單的 現在這個Microsoft 拿回來做自己私營的 私人的核電廠 這件事其實也挺厲害的 我不知道現在全世界 有沒有私營公司 自己用核電廠來用 大家不知道還記得嗎 我上個星期還沒看到這宗新聞的時候 我已經無端端戳起條巾講過一次的了 未來世界你會看到越來越多 就是用得越來越多核電 誰知道我上個星期講完 今個星期立刻就看到Microsoft這宗新聞 當然我沒有內幕了 我不知道Microsoft裡面在搞的這件事了 但是你會看到就是 因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那個人工智能那個耗電需求非常之高 那除了你要依賴那個新的結晶能源 你又不想用更加多額外的這些 炭氫會排放二氧化碳的能源的話 你很多時候就要依賴核電 所以我們看到無論家居用的電會用得多核電 還有這些人工智能用的核電 核電就為這個人工智能供電 就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原動力 你可以看到Microsoft他的野心就是 他有自己私營的核電廠 然後就供應了他的人工智能系統 還有就是他整個的雲端服務 還有甚至乎他的Data Center那些 他就供應了 他也看到就是 你建立核電廠的地方就是 他本身的設計和周圍的環境 就是預計不會影響民居那麼重要 那麼他有些的結構可能不用的 就重新建立了 就拿回那塊地去自己再 可能去再建立新一代的核電技術 那我猜他很大機會 不是用傳統舊式的核電技術 而是用比較新派的核電技術 比如說他叫做小型的 那些叫做SMR 小型模組式的反應堆 那他就在說 就是說2028年就會 拿回那塊地去造成他自己 Microsoft的私營的核電廠 這個如果你看下去都挺有趣 因為原來他是給那個數據信用的 也未必是完全人工智能 總之 一定會給人工智能用的 我也挺肯定的 數據中心 就是任何所有涉及電腦的東西 就是我肯定很粗了 很大食 所以就一定要研究這個能源 就是我都知道譬如Google 他們都有一些比如潮水的動力發電的 是是是是 放了一些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些 車業下去 給一些池水的動力發電的 所以這個都 構成他們那個公司的成本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在那裡 我都會覺得無端在我旁邊整個 我都會覺得很會忌忌 如果以香港人來說 第一個關心就是 不要影響我樓價那些這樣的東西 是不是 這樣東西很實際的 你見在惠州大亞灣那裡的樓價 又是會差很遠 接著你去到那個江門 所謂的台山那邊的核電廠附近 又是會很大的影響 如果你說未來 會不會去到三 就是不要說遠 二十年後 突然之間香港決定拼取 在石古州那裡建一個 行不行呢 其實沒有說不行的 為什麼我會這樣 我會下個這樣的結論呢 在三十年前的世界 大家就會看到以當時的技術 你反對它是有理由的 但是現在我們都看到就是說 經過這幾十年那種技術 它現在的走向就是 整向一些更加輕盈 用的輻射量更加低的一些 但是產生的電的功率 就相對低的一些核電廠 但是安全係數是高一些的 它那個堆森溶解的風險 幾乎是零的 可以很小的 然後就是它可以一路密封住的環境 就是萬一你好像 有剛才所說的那些情況 它都能夠排除到 這個其實很有賴於 就是我們設計上 科技上的進步 帶來一個更加高的安全係數 還有很實際的就是 當大家都看到那個需求是這麼大的時候 又是因為我們未來世界都不用想的了 對於那個叫做無碳能源 我不要結不結症 無碳能源 還有那個人工智能 那些用電的需求這麼高的時候 你作為世界上任何一個執政的政府 你的立場都不過意傾向了想建核電廠 所以的話我甚至會看到 台灣一路就叫做所謂的廢核 廢到幾年前都還是廢廢洋洋 最後你現在看到有人都說的 隨時你最後是由民進黨政府去考慮 重新在原先那些核四的地方再建 今天講的可能你都還覺得很誇張 但是你如果說十幾年後會這樣做 我不會驚訝的 這件事情是 事實上它現在都缺電的 如果你還有台積電 說你不給電 你台灣的生死全亡在那裡的 這個絕對是的 你可能真的故意為了供電給這個 台積電這個機構 你已經是可能要給它一個核電廠給它 我們現在看到新聞 就簽約本身 原來就不是跟當地政府簽約的 叫同一間叫Constellation Energy 就是星體能源 換言之就是這個三里島的核電廠 其實早已經是把它私營化了 是的 還有要看它合約的條款是什麼一回事 就是它那裡 它雖然說那裡叫做退役 但是退役那裡它沒有把整塊地 真的完整整交出來 可能在這裡就留了一個復筆在那裡 也可能是Microsoft看到這個契機 就馬上去搶 還有你做這個決定 對於Microsoft這公司來說 肯定是在說 在他們當看到三里島準備要除役的時候 已經看到這個已經談定了 已經去捕捉這個機會了 是的 它當然讓我們知道很多事情 是吧 它哪裏有做生意的機會 它全部都很快地掌握到 但是這間公司Constellation Energy 那時候一簽了Microsoft的陷阱之後 股價急升 所以大家如果想透過科學新聞去發達 不要怕發達啦 賺多一點錢 真是要留意一下這些能源新聞 是的 是的 其實就 溫疫的時候我們就講很多疫苗那些這樣 就是那些哪間會發跡先 其實現在你說的那些能源機構 無論它是做新型的核電機鍋爐 還是發展這些新的太陽能 甚至乎周邊的充電池 甚至乎是在講你這種元素 Lithium元素的那種擴產相關的所有的東西 就是不要說說個號碼給你 做一下這些功課 你見基本上那幾家主流的公司 你樣樣都審一些 我就覺得這種這樣的需求就一定有在了 所以結尾也是那句 聽科學生知沒有窮人 大家就 幫我做的兩個都是窮的 是的 我是窮的 好了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神秘的東西第一節 2022神秘的東西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嗯? 話說 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說要下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他旁邊的人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機 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是說 坐在他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幾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東西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那為什麼今天神秘的東西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扮演我們在做節目 但是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麼有機會 人們就去追究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究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幾圖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有人扮演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就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如果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東西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東西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企圖